话说在2010年5月11号 在山东济南 摇墙国际机场啊 有一下 刚刚降落的韩帮城啊 旅客们是余贯的走下了飞机 在人群的最后啊 走着几个身材魁梧的人 簇拥着 一男一女 细心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两个人怎么都戴着手铐啊 女人的名字呀 叫做方杰 她的人生本来是平淡无奇 最好的预想无非呢 就是嫁一个喜欢 听她唱柳琴戏的丈夫 生一个和她一样漂亮机灵的女儿 一家三口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可是在她20岁那一年呢 因为和大领导孙淑仪成了相好 这一切呀 全都出现了转折 虽然这一次相好非常短暂 可是她却因此是受益终生 当然这个受益终生是带着引号的 随后二十几年的荣主浮沉 每每遇到生意上的困局 她就会拉着丈夫找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救情人 脆脆的叫上一声干爹 然后投入干爹的怀抱 就会得到干爹孙淑仪的保护了 就这样 在干爹孙淑仪保护之下 曾经这个清纯的剧团的小明星 就沦为了疯狂敛财的贪心妇人 她和自己的丈夫啊 援手就坐下了震惊玄国的四十亿元 这个非法集资案 话说在她的干爹孙淑仪 被中纪委问话之后 夫妻两个第一时间呢 听到这个消息 携带着二十亿元呢 闻风而逃 潜逃两年多之后 最终啊 还是被警方给抓获 两个犯罪嫌疑人 只束手就擒呢 方姐此时望着熟悉的城市和街道 叹了口气 心想如果可以重来 她宁愿好好唱戏 话说时光回到二十五年之前 那时候的方姐呢 还是山东省早庄市 一名柳琴戏的演员 当年的方姐呀 只有二十岁 长得是年轻漂亮 一双大眼睛 让人呢 看起来就感觉 非常的美丽寂寥 而且两只眼睛一弯笑眯眯的 就像会说话一样 除了长相甜美 这时候的方姐呢 还有着同龄人呢 没有的精巧和精明 这也是他很能 就被这个新来的市委副书记 看重的原因 新来的大领导啊 叫做孙书仪 她是山东本地人 当年的 她已经四十岁了 之前呢 她是团省委的副书记 种种信息之中 方姐就留意到了关键的一点 说书记上任的时候 没有代家属 这时候啊 方姐的心中就涌起了一丝异样的想法了 在为师领导表演的时候 他迅速让这位新书记注意到了自己 方姐所演唱的这个柳琴戏啊 又叫做拉魂枪 一场演出下来 这所有的围观群众啊 都纷纷拍掌叫好 而且呀 这美丽漂亮的方姐 还把这个新书记的魂啊 给拉走了 从此之后 他常常就受到这个书记大人的单独接见 有时候呢 还到这个书记的住处 去照顾书记的生活 接受书记对他的指点呢 那个时候啊 还没有流行情人这个词 那用早方当地这个俗话说 就叫相好的 由于方姐和这个孙叔仪两个人相差呀 接近20岁年龄 所以当时外人呢 并没有觉察到 这两个人已经好上了 只是觉得方姐这个年轻的演员呢 很被新来的书记看重 于是 方姐上台表演的机会明显多了 在剧团里啊 也是更受领导的重视了 可惜啊 好景不长 没多久 孙叔仪就把家办到早庄了 这一来呢 为了在其家人面前避嫌 失去的方姐当即改口了 就管这个孙叔仪叫叔叔 而对方也乐得顺手推舟 干脆就认他做了干女儿 在方姐看来 这干女儿什么的倒无所谓 不过就是一个称谓的转换 没想到 对方对他的热情啊 也随时消逝了 由于自己这个干爹 好像对自己没什么兴趣了 缺少干爹的照顾 他在剧团的地位是一落千丈啊 后来不仅主角当不了了 甚至呢 就连演配戏的机会啊 都少得可怜呢 你说这一段私情 本来就不可告人 再加上对方 又是位高权重 年轻的方姐 自私自己啊 无力啊 扭转什么 最终只能是 银牙紧咬 黯然淡出 只身呢 就去了济南 人走了 心思啊 还没有这个走呢 离开枣庄的方姐 一直有意无意的 关注着 离自己大二十岁 这个老情人动向 1987年12月 这个孙淑仪啊 就担任了枣庄市的市委书记 1993年3月 再一次升级 任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可以说 旧情人在仕途上 是一路高歌猛进 方姐把那些 全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但是呢 他也只是记着而已 一方面 他暂时看不出 这个孙淑仪的生仙 和自己呢 还能扯上什么关系 另一方面 他也没有时间 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段日子呀 还要描上了一个新目标了 谁呀 是枣庄市的题委主任 龚印文 龚印文这个人呢 喜欢唱歌 有一次去济南出差 晚上就被一群朋友啊 拉到歌厅里去唱卡拉OK 跟着一起去凑热闹的 就方姐 运动员出身的龚印文 身高超过一米八 脸上虽然长了一颗痣 但是这颗痣啊 丝毫不影响 这个龚印文的 那份鹦鹉的魅力 那天晚上 方姐自愿呢 就当起了 龚印文的伴唱 而且说 这个伴唱是非常专业呀 因为本身 方姐就会唱歌啊 这样 他非常迎合 这个龚印文 和这个龚印文 一番配合 就把龚印文呢 唱得越来越起劲 当时啊 两个人的手紧紧的拉紧 龚印文呢 趴在方姐的耳边说 小凡啊 你这歌唱得太好了呀 方姐说 哪里呀 领导 我跟你说 是因为呀 你的基础好 所以呢 我配合你 才能配合的上去 哈哈哈哈 你配合我 那能不能 这方面也配合配合我呀 说了呀 就在这个 方姐身边啊 把手呢 伸到沙发上 伸到这个 方姐的屁股底下了 紧紧的这么一下 方姐呀 虽然被龚印文 这么一下屁股 机灵一下 可是呢 他不但没有拒绝 玩继续呀 迎合了上去 把他身子呀 越发的 贴在了龚印文的身上 方姐这个女人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身材特别魔鬼 前途后效 该细的地方细 该挺的地方挺 就这样 龚印文感受着 来自于这个美女身上的 这种热情和这种吸引 两个人身子是越靠越近 掐在这个屁股上 手啊 是越来越有力气 话说 自从这一次之后 方姐的手就再也没有放开过了 一番唱罢 两个人迫不及待的 来到了这酒店之中 当时啊 可以说是干柴 遇到烈火呀 还没等方姐说话 这边龚印文呢 由于是个体育老师 出身的 这样的一个大男人 体格健壮 而且呢 相貌英俊 来到这个房间呢 一爬 就把这个方姐抱起来 扔在了床上 然后呢 迫不及待的 就上去呀 解开方姐的衣物 可是方姐呀 比他还要着急呀 没等龚印文 把方姐的衣物解开 这时候 龚印文 已经被方姐的手啊 伸到了自己的怀里 迅速的脱光了 龚印文身上的衣物 就这样 两个人刺身裸体的 坦诚相见了 彼此呀 更加深入的了解了 这个龚印文 龚主任呢 他是体育生出身 可以说作战勇猛 三下五出二 就把这方姐呀 弄得是神魂颠倒啊 话说 就因为这个龚印文的出现 之前呢 和那个孙淑仪 逝去的那段旧情 就被他放在心底 给隐藏起来了 凭着自己的这份清纯 美丽和魔鬼一般的身材 可以说 就在这个床上 他也把这个龚印文呢 给征服了 三下两下呢 就把龚印文的魂给拉走了 为了给方杰一个名分 龚印文是辞官不错 就和妻子离了婚 然后 就和方杰结了婚 之后龚印文呢 是只身来到省城济南 投身在刚刚成立的 山东经济发展总公司 担任了一个分公司的副经理 那家公司没有自己的产业 没有固定的队伍 龚印文加盟之后 只领到了一个印章 自己啊 招了几个人 在朗茂山附近的一栋小楼里 租了几个房间 就算把这公司给开下来了 方杰呢 自是已经嫁给了龚印文了 天天跟着他 既是秘书 又是警察 为什么呀 因为啊 他怕自己这个 帅气英俊潇洒 而且呢 身壮如牛的丈夫 再去和别的女孩子 勾勾搭搭呀 大小也是公司老板了 那些女人呢 还不蜂拥而至 往上贴呀 所以呢 方杰就给自己老公和公司提出一个要求 说呢 不可以轻易的去招女雇员 另外 方杰还把自己的弟弟招来呢 负责给自己的丈夫开车 其实目的呀 就是为了监督自己老公 不须外边找女人 话说 就算方杰不监督 龚印文这时候 也顾不上去勾的女人了 为什么呢 公司开过夜 他尝试我各种方式进行经营 什么倒霉炭呢 与粮食啊 放过服装 全都不成功 有一次 有一名汽车生产商 信誓旦旦的 说要一批轮胎 龚印文呢 拿出自己所有资金 就买了两万多条轮胎回来 可是对方又说不用了 龚印文没办法 只好把这个轮胎呀 堆满了所有的办公室 那堆的呀 都赶上 天花板那么高了 眼看着丈夫是做什么亏什么 方杰这时候 也紧张了起来 想了一想怎么办呢 就想起自己那个老情人 干跌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自己 不知道在干跌的心目中 还有没有一点分量啊 但是 无论如何 他的决定 要硬着头皮去世上一世 因为自己 这个老公 现在很快 就要在伤害之中淹死了 急需 一个大大的救生圈呢 话说自己 曾经的干爹 曾经的老情人 孙淑仪 此时啊 已经当上了济南市的市委书记了 就在一间豪华的宴会厅里 他会见了自己曾经的干女儿 还有呢 这个干女儿的丈夫 那天呢 由于呢 他很高兴 喝了很多的酒 而且 还醉眼迷离的说 哈哈哈哈 小股啊 你得好好照顾方杰呀 方杰是我的干女儿 说起来呀 你呀 还得叫我一声干爹呢 也许呢 是孙淑仪喝多了 喝醉了 开玩笑 可是 咱们也没想到 听到孙淑仪这句话 龚印文果然的 恭恭敬敬的 就叫了一声干爹 可是这个干爹呀 和他可是共同使用过 同一个女人呢 话说这个龚印文呢 出生在 1949年 其实 只比这个孙淑仪小四岁 他能舍下这个颜面 干当孙淑仪的干儿子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呢 要去呀 找一个靠山呢 来之前呢 他只是想着 白望一下 当年这个 早庄的老领导 他没想到 自己的老婆 居然跟领导的渊源这么深 他更加不会想到 自己的老婆呀 曾经和这个老领导啊 那种深入交流啊 话说呢 此时此刻 他是大喜过望啊 可以说 这声干爹呀 叫的自然是爽快无比呀 可是开心归开心 回去之后 龚印文呢 还是起了一心了 他心想啊 这个老领导 这个老领导和自己老婆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过呢 任凭他怎么去追问 这个 他老婆呢 就是不承认 方杰根本呢 就不做正面的回答 龚印文呢 没有办法 时候啊 性性作罢了 心想 他妈的 只要有力可图 管他什么领导 什么干爹 什么女人呢 就这样 这个 任亲 就任这个干爹了 任亲现场 其实那一天 人并不多 但这个事啊 还是被传出去了 而且是越传 越走样啊 说 方杰的父亲 是一位高干 他的老公呢 龚印文呢 则是这个高干的 成龙快婿 方杰呢 听到这些谣言 从来啊 也不去辟谣 他喜欢呢 被人这样 捕风捉影的议论 因为 他和自己的丈夫啊 需要这些议论 来给他们带来 生意厂商的便利 话说 这声干爹呀 可没有白叫啊 自从 叫了干爹之后 这是有贵人相助 所以呢 方杰夫妇啊 此时可以说是 时来运转 到了两千年 夫妇两个 就把接手的山东 挤怀保健公司啊 更名为山东 挤正保健 皮有限公司 龚印文呢 任董事长 方杰呀 任财务总监 这一天 夫妻两个 一同去看他的干爹 方杰呀 贴在干爹的身上 娇滴滴的就和干爹 撒娇说到了 干爹呀 我和 我老公啊 研发了一种 柳叶茶 是采集石榴树上的 嫩芽考试而成的 能去火 养神 保肝 护肾 我准备 大批量的生产 特意啊 先请干爹品尝品尝 鉴定一下 干爹呀 好长时间 都没有这么贴近 这个方杰了 当然了 干爹身边 并不缺乏女人 可是此时此刻呢 这个方杰呀 使劲的 用自己呀 这个 饱满的 这个胸部 去往前面蹭 干爹不由自主的 就有一些兴奋了 他一边品尝着 送来的柳叶茶 一边啊 享受着 曾经 这个女人的肉体 其实这个所谓柳叶茶呀 不过是以前 早逢农民 买不起的茶叶 而被这个 夫妻俩呀 贴了标签 作为了一个替代品 把这个石榴叶啊 放在火上 烤了半壶之后 去泡水 本身这个石榴叶呢 就有这种 这个香味 所以呢 供应文呢 不过就是把这些 不值钱的东西呀 在里面呢 加了一些化学香料 让这个味道啊 显得更足而已 早上呢 有一万亩十六元 十六树 那是多得很呢 十六叶 随便采取 成本极低 就这样 丈夫精心 包装了一套说辞 说这个 方姐呀 哎 和自己呢 精心的 创制了 这个品牌 而且呢 这个十六树 要把它更加的开采 话说呀 方姐这时候 贴在自己老情人 孙淑仪的耳边 柔柔诺诺的 就说 这个事 哎呀 把孙淑仪 没想到 蒙的是一个结结实实啊 他呢 喝了一口这个 柳叶茶 连连说 哎呀 这是个好东西 值得推广 值得推广啊 话说 一见 这干爹认可了 这边啊 供应门 就来劲了 悄悄用手啊 捅送方姐 让他接着说 方姐会议 给他老情人 干爹 孙淑仪 续上茶 然后继续 娇滴滴的说道 干爹 这茶呀 是个好东西 我们呢 也想啊 大干一场 但是 由于 这个颜料啊 比较稀少 需要大量的资金 扶持啊 干爹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这两口子 想让他搬出贷款呢 他痛快的说 这个不难 你让小公啊 去找段义和统治吧 他呀 一定能够帮你们的忙的 话说 孙叔以口中 这个段义和呀 也不是个一般人物啊 几年之后 就是这个段义和 当到了省部级的高官 而他策划了一个七九爆炸案 炸死了自己的情妇 话说当时呢 段义和呀 任济南市 市委副书记 兼组织部长 所以 带着干爹的口谕 方杰夫妇 就找到了段义和 而且呢 顺利的 就从段义和那里呀 拿到了 五千万元的贷款 方杰这时候觉得 自己已经到了 功成身退的时候了 毕竟自己呀 曾经和干爹 可有过那么一段情啊 两个人当时 可是 好好的深入交流过呀 他觉得 若非必要 他不愿意呢 跟这个干爹 再去直接接触 免得尴尬 他认为呢 生意上的事 他已经铺好了路 打好了桥 剩下的事情啊 公印文去打理就可以了 干爹只要念他的旧情 自然就会碍屋及乌了 公印文呢 没有让方杰失望 除了柳叶茶 他又陆续开发了 一大串的保健产品 同时在山东省 招了几千名的销售员 没有底薪 全靠销售提成 这些销售员 就背着一些保健品 走些串项 进入这个 其他老百姓的家中 花言朴 小语的呀 就找那些老头老太太去哄遍 让那些老人们进行购买 如果有人介绍别的购买者 还可以得到奖励 最高奖呢 是免费呀 也用这个柳叶茶 一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 公印文开始了 用高额回报 吸引民间资本 一开始 他许诺的回报率 是18% 每三个月分一四红 分红的钱呢 其实全都是用后来那些 投资者的本钱 公印文却说呢 是保健品的利润 介绍他人投资也有怀抱 说最高可以达到40% 就这样 他也进行这种非法集资 迅速的积累呀 大量的钱财 但是不和那些其他大肆挥霍的 非法集资者一样 公印文到手的不义制裁越多 反而为人呢 是越来越低调啊 这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啊 方杰时时刻刻 对他的提醒 此时的方杰 城府很深 再也不是以前呢 在那个戏台上演戏 靠着自己的身体 去勾引自己干爹 孙叔仪的小女孩了 他现在呀 已经从一个懵懂的少女呀 成长到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少妇了 另外呢 他精心的打造自自己丈夫这种朴实形象 有一辆奔驰车 不去坐 一直坐着那辆老款的丰田轿车 一模样的西装 一共有六套 所有正式场合 只穿这些服装 从来呢 不去穿戴这个名牌 对内 他牢牢掌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 家里的财权呢 更不让龚印文插手 龚印文之前有一个前妻 和他育有一子 这孩子呢 现在在英国读书呢 龚印文呢 就想给这孩子寄点钱 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去征得方姐的同意 对此啊 龚印文呢 只能隐忍了 他知道自己辉煌是怎么得来的 其实啊 这么多年来 老婆和干爹的关系啊 他自己心里没说吗 他一直耿耿于怀呀 可是啊 没有办法呀 如果没有自己老婆和干爹的深入交流 他可能今天还在推销他那些轮胎呢 话说 时间来到2007年的7月 随着济南街头的一声巨响 令人瞠目结舌的七九爆炸案 瞬间就占据了国内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呢 时任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一和 找人用炸药把他情妇当街炸死 在闹市区导演了一出血肉横飞的惨剧 方姐被这声巨响 吓得是花容失色呀 他知道自己账户的贷款 办事啊 都离不开段一和的鼎力相中 为此呢 还给这个段一和上百万元的好处啊 心想万一这个段一和被抓起来 把自己交代出来 那他们夫妇两个可就危险了 那段时间 方姐呢 重返目前 频频呢 就去找自己的干爹 孙叔仪 深入交流 打听这些消息 干爹表示说呀 他已经通过渠道网 给段一和传递了消息 说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 就闭嘴 说估计上头 也是针对呀 具体的案件 实行呢 很快就会解决了 其他人 不会再受连累了等等 可是这番话呀 更像是啊 他在安慰自己 就连这一点 方姐都听出来了 干爹可是自己和丈夫背后的 这个大山和大树啊 要是连这个大树都站不稳了 他们夫妇可去哪里纳粮啊 忐忑之中 到了2007年9月5号 段一和被法院执行了死刑 方姐夫妇心里 这才算是啊 一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了 郭艳文这时候也命令手下 把回报率提高到30% 准备呀 再狠狠的捞上一把 没想到 就在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 传来了一个让他呀 如同五雷轰顶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两个人的干爹孙淑仪 被中纪委叫去谈话了 两天未亏了 这是暴风雨真的要来了吗 郭艳文回去和方姐这么一说 方姐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就对郭艳文说 老公快 我们现在危险了 赶紧的把钱都取出来 我们得跑了 就这样 两个人决定 启动携款出逃的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呀 方姐早就已经在运作了 他很清楚 郭艳文在经营方面 用的都是什么套路 他深知迟早有一天 两个人会原形毕漏 于是早做打算 多次出国安排后路 不仅在英国买好了房子 学好了归宿 还陆续的把公司的钱呢 一笔一笔的转往国外 留在账上维持运转的这个现金呢 不过就剩下几万元了 谁知道呢 就在夫妻两个 紧罗密鼓的 开始啊 安排出逃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哎 干爹孙叔仪回来了 又回到岗位上正常工作了 原来呀 中纪委内斯啊 和孙叔仪的谈话 只是例行公事 是为了把之前段一和的事啊 画上一个句号 当时孙叔仪那些重大问题啊 并没有被发现 查出的 只是呢 他让段一和提拔的一个政协干部时 段一和呢 收了那个人的贿赂 他的责任呢 在于用人不当 哎 这是一场虚惊吗 还是不祥之兆吗 夫妻两个呀 咱们想都想不明白了 这时候 方杰这个女人 与生俱来那种啊 审时夺势 察言观色的本领 就起到了作用 他和自己老公说 还是走吧 大师已去了 就这样 切口说 要去美国调研公司上市的事 夫妻二人呢 瞒过公司的员工 从此就是一去不回头啊 夫妻两个人这么一走 可以说是树到狐瞬散呢 公司呢 就陷于瘫痪之中了 员工呢 24找门路 投资人多次找上门去索要投资 可是 毫无结果 就这样 所有人都觉得 大事不妙了 2007年10月24号 济南市 血汗钱 济正 非法集资 官商勾结 挖出 奸商总后台 公安部 山东省公安厅 和济南市公安局 联手啊 就张开了调查 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初步查清 被卷入 这个挤正案的投资者 多大30多万人 涉及金额40亿元 被公印文夫妇 带走的至少有20亿啊 被骗的 家破人亡的投资者 不在少数 2008年9月19号 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刘杰呀 首次公开的 就把这个挤正案 定性为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 2009年夏天 济南市开始 向受害群众 退赔部分集资款 但是 公印文夫妇啊 始终未能归案 那段日子里 最难熬的 就是方杰的干爹孙淑一了 表面上看起来 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依然当他的正部级的领导 主持着各种各样的会议 可这每当独处时啊 他就信不住 冷汗沉沉的 谁是总后台 谁在官商勾结 事情过去快两年了 随书仪的眼前呢 仍然出现这些横幅 耳边也经常听到 打着横幅的人们在怒吼 在经济问题上 他陷得有多深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啊 平日里口口声声 干爹干爹的叫着 如今呢 那两个人甩手就走 算什么干儿子 干女儿啊 简直就是一对孽障啊 好嘛 你们带着几十亿元 去潇洒了 难道这么大的难摊子 就要交给我孙淑仪 来收场不成啊 孙淑仪是越想越气啊 不知道 怎么的 他呀 脑海当中突然浮现出啊 刚到这个早庄室那段日子 那时候的方杰呢 还不是孽障呢 还是那么娇臣可爱 还在自己的怀里呀 撒娇 和自己深入交流呢 怎么也看不出 荣心会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来呀 爱他一生啊 孙淑仪啊 不禁摇了摇脑袋 段一和被执行死刑 还本以为呀 躲过了一劫 可是万万没想到 二十五年前 欠下了这笔孽债 仍然没有放过他 自己呀 被卷进了几政案 这渊源不就是因为自己那个甘女 放劫吗 现在看来呀 自己这一劫 再也躲不过去了呀 别说 这孙淑仪对自己的命运的判断呢 完全正确呀 2009年9月28号 在一省政协主席职务 主持了山东省政协 实现八次常委会议之后 孙淑仪呢 被有关部门给带走了 自此之后 他再也呀 没有在公共唱歌 落过面了 19天之后 山东省政协 十届九次常委会议召开 在这会上就正式宣布了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的有关规定 决定免去 孙淑仪三东省政协主席职务 并且撤销其政协委员的资格 至于方杰夫妇啊 在东躲西藏两年多之后 终于呢 在一个英属的交道上 被发起了踪迹 并且被引渡回国 就在公安部经侦局 和济南市公安局干警的陪同将 这位曾经在剧团里 风光一时的剧团小花啊 仍然在尽力的保持仪态 胸脯挺着头抬着 可是啊 在他那一对漂亮 而且好看的双眼之中 在那明眸善赖的眼神里面 难演的却是深深的绝望 等待着他和他的老公 最终呢 是法律的严惩啊